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4月6号星期一 中午跟我老婆去领了免费的食物 刚才也发了那期视频 后来我们就在岸边从这往那边走的时候 我当时我就说 我说这个消息其实昨天就得到了 昨天没有发 为什么 就是说我在思考 因为这一次疫情出现了很多的撕裂 我知道这期视频发出来 绝大多数人是听不懂的 也别这么说 当然在咱们频道是很特殊 但你不能拿我频道作为一个参照 因为我们频道我经营了两年多 才可以说从这么多的观众当中精选出来的 就不说全中国 就真的是就是说翻墙的 或者是在海外听YouTube的这些人当中 可以说精选出来了 就这么点就是说水平相对高一些的 对吧 普遍来讲就是说智力水平够的 对吧 经常说就是说 智力水平不够 其实听不了自动机 是吧 所以在咱们这里边来讲 可能说我觉得 还是能够超过三分之二的人 是可以听懂我们来说什么的 对吧 但是普遍来讲其实是很难 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说互相选择 我们也要通过这种视频来选择观众 所以我知道可能有一些人还是觉得 讲到这期视频就是个笑话 但是还是要讲 好吧 有什么 在之前我差不多我记得26号的时候 3月26号 今天是4月6号 10天前 对吧 我当时发了一个视频 我说得到了消息 美国的疫情的增速出现了拐点 就是加速度出现了拐点 那么就是说明什么 说明放量没有想象的原先想象的那么的高 整个的增速一旦出现拐点了之后 也就是说 它速度还是在增加 但增加的速度就缓慢了 纽约州的州长库莫也说 从刚开始的 就是说两天翻一翻 到后来三天翻一翻 到最后 现在就是说整体上疫情的增速 现在在六天翻一翻 给你看一眼闪一眼就得了 这个不能看 为什么在哪 我没有这个的版权 这个是别人做的 你知道吧 所以我这样 我还是我把这个 发到会员的社区里边 咱们会员看一下就得了 至于咱们非会员 我给你讲一下 你能信你就信了 不能信就算了 好不好 这个是检测阳性的统计 然后这个是死亡人数的统计 好吧 我一会我把这两个 我都会发到我的会员社区里 简单的说 就是说过去15天的 美国的病死的 就新冠疫情病死的统计数据 显示病死人数现在不断在增加 但是增加的速度 就加速度在稳定的下降 增速从三天翻一翻 到现在基本上到了一个就是说 四天翻一翻 我一会我发上来你就会看到 从3月23号 从217%到24号25号的229% 它实际上是增加了 在那之前的时候 它是在增加的 对吧 什么叫拐点 就是说它是这样 它是逐渐一点点增加 然后到了一个顶点之后 开始下降 那么拐点就是说 其实就是顶点 就大家顶点了 你通过它这个图 你能看出来 在24号25号的时候 这是病死人数 在2425号 基本上达到了一个顶点 然后从24号25号开始 从26号开始 从26号开始 逐步的在稳步的下降 这个图 一会会员可以看一下 就是稳步的在下降 但是当然的 必须得承认一点 这个的下降 下降的比较缓慢 就是说到了拐点 但是就是说 一过拐点之后往下下降 有的可能是这么刷下来 有的那是一点一点的 这么下 它下降非常非常的缓慢 那么就是说 从三天翻一翻 减缓到现在 就是说四天翻一翻 四天翻一翻 也是非常高的一个加速度 什么意思 就是说比如说到了4月4号 当时的美国报道 差不多是8500多人病死 对吧 四天翻一翻的意思 就是说12天之后 从4月4号到4月16号的话 就会变成有68000人死亡 从8500人 因为每4天乘以2 每4天乘以2 12天之后就要乘以8 就要到了6800人 但是已经比三天翻一翻的要好 如果是三天翻一翻的话 那也就是说9天之后 到了4月13号 就会到68000人 你懂我意思吗 这就是加速度的拐点 加速度虽然到了拐点 但是死亡人数还是会放量增加 只不过增加了 就是缓慢了 从3天乘以2 变成了4天乘以2 那确诊人数 从确诊人数的这张图在这儿 确诊人数 确诊人数 当时我说的 19号20号 当时到顶点 从21号往后 19 20 21 到了一个顶点 从21号往后 就开始 就是说非常明显的 就是说出现了拐点再往下一会 这图也是在会员社区里 他也就是说 你看从这儿是吧 3天翻一翻 4天翻一翻 5天翻一翻 到这儿4月4号是6天翻一翻 什么意思 6天翻一翻的意思 也就是说 从4月4号到4月16号的话 就应该乘以4 乘以4 不是不增长了 是乘以4 而且还是翻翻的增长 但是就是说 他每6天乘以2 每6天乘以2 这个来讲实际上就是说 你要明白一点 就是说当增速先 一定是加速度 先出现拐点之后 然后速度才会出现拐点 速度现在是没有出现拐点 我知道这个虽然很绕口 很多人都听不懂 所以为什么昨天我看了这个之后 我不想播这一期 就是说真的能听懂我在说什么 有几个 对吧 绝大多数人都听不懂 我 不 这是初中 这不是高中的 加速度怎么会是高中 加速度是初中物理学的 初中物理学的加速度加速度 我也不知道是初中高中 反正应该都学 初中对不对 初中就讲了 但是 10天前我们讲了疫情的增速 到了拐点到现在有几个人 不咱们频道还是比较多的 对咱们频道 咱们频道还多一点 但是你看外边的多少能听懂 基本上听不懂 大多数听不懂 真没办法 是初中物理都白学了 好吧 反正我 你听明白了吗 你是文科理科生 你看一个文科生都听懂了 我慢最差的学生都听懂了 是不是 所以我也没办法了 我觉得 我觉得我讲的够明白了 好不好 就这样 我也知道这期吃人出来又挨骂 那就骂好不好 真的是没有办法 你知道吗 聪明人被傻子骂也是很正常的 你说怎么办 社会 老公可以用阿Q的精神 爷爷被孙子骂了 还是老子被儿子骂了 也有可能是蠢人被聪明人骂了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蠢 也有可能 这都不好说 你智商是个活儿 我不好说你到底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 对吧 这都不好说 对不对 有的时候我经常说 你聪明一旦过了头就变成蠢了 所以聪明和蠢 其实就只有一步之遥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觉得怎么说 某种程度我觉得我是蠢 瞎说大实话 人实际上是蠢的 尤其在中国社会 你知道吗 真的 瞎说大实话人实际上是蠢的 我觉得可能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太蠢了 蠢到头了 蠢的蠢的有点过了 也有可能 好吧 但是反正从这个来看 我当时10天前 26号时我说 我说他的疫情增速 一旦出现拐点的话 按照他的这种加速度来显示 我觉得到4月16号 应该是整个疫情出现拐点 但是现在看 他就是说是确诊人数出现拐点 我认为是在4月16号 这个10天前 当时那视频里我估计了 对吧 现在来讲 病死人数虽然出现拐点 但是下降的比例太低 太低了 到现在才到了4天翻一翻 4天翻一翻 也是非常快的加速度 所以我觉得死亡人数出现拐点 恐怕不是在4月16号 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 死亡人数要想真正的出现拐点的话 应该在4月底 因为加速度 虽然加速度虽然出现拐点 但是下降速度太慢 然后确诊的出现拐点之后 下降速度也是非常慢 从2天翻一翻 3天翻一翻 4天翻一翻 到6天翻一翻之后 基本上是不动的 一直保持在这个 所以我们看 反正目前我初步 我还是愿意估计 就是说4月16号那一周 我觉得4月16号那一周 就是前后三四天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 或者4月16号之后的那一周 好不好 我觉得整个疫情会出现的一个拐点 就是说每日的增加的确诊人数 会开始往下下降 死亡人数要想出现拐点 很有可能要到4月底了 我估计可能到4月底5月初了 好吧 我知道我这么一说 很多人说 你这期不已经说 死亡人数的增速出现拐点了吗 对 死亡人数的增速出现拐点 和死亡人数出现拐点 是不一样的 我怎么给你讲 你要是提了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我就没法给你讲了 对吧 我老爷经常说 就是说上到人点一点 中到人说一说 我现在已经是说一说了 对吧 如果现在还提问呢 今天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